这叫什么谈谈 完全是城下之盟 小长 反正密谈的目的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们爱怎么提就怎么提 小长 您大可不必在意 不 既然是和他耍把戏 就把他耍得云里雾里 你们也向他们提出四个条件 第一 谈判时休战 日本方面 首先做出撤兵的保证 第二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第三 我国要求美国等 第三国从中调停 第四 希望日本 避免干涉我国民政府 进行改组等内政 以上四条 就是我国民政府 对贵方四条原则 做出正式的回应 我国政府 也希望尽早地听到贵方 能对于上述四条的回应 这算是什么回应 四国 几乎 外交的礼仪 我不能为国 这完全是 遗憾 都是遗憾 彼此彼此吧 既然坐下来谈判 这条件吧 总是对等的 你说呢 金经先生 その態度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ね これではもっともっと会議にならんではないか 看来宋先生 缺乏吉马的诚意 吉马的诚意 吉马的诚意 吉馬的诚意 陛下に申し上げたいことがございます 陛下が紹介席に反省を促す機会をお与えになったにも関わらず 不届けにも奴は陛下に反抗しようと 更なる格策を巡らしております 陛下に敵対しようとする四郎子の輩ともは 武力で持って叩き潰すべきです 陛下陸軍の退治省における挫折 調査の戦闘における功なき徹兵 現在シナの戦場から東京の軍務に至るまで あらゆる将官たちが気をやきもきさせております 絶対にこの屈辱を離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今もし紹介席への軍事行動を取りやめ 奴に一息をつかせ 再び奴に戦力を盛り返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 飼い犬に手を噛まれたことと当然です その結果 後軍の勇敢なる将兵たちの命を さらに奪う結果となります 陛下 お手元の地図をご覧ください その地図の上に描かれたシナの半島 その地図の上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 まるで日本を見下している鶏に見えませんか 陛下 我々はもはや その鶏のくちばしの先に置かれた泡ではないのです これより先 未来永劫にわたって その鶏を 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足元に ひざまずか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の鶏をご覧ください 為配合所謂和談的進行 日本内閣下令 對中国皇帝發動進攻 企圖以武力迫使蒋介石 在談判桌前屈服稱臣 在日軍強大的火力進攻下 猝不及防的國軍将士 雖作拼死抵抗 却忠因實力懸殊而失敗 自日寇集五個師团的重兵 向我早一地區發動大規模進攻以来 我第五戰區十五個軍 在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的指揮下 奮起反擊 逐次抵抗 但由於日寇攻勢強大 我襄揚早揚 先後失守 昨天傳來最壞的消息 我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長官 張自中將軍在宜成南瓜殿獨戰之中 以身殉國 此休 此休 將長自中將軍的遺體 淫往重情 我們要 國葬英雄 是 貴族 繼續往下說 統帥不判斷 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結 向我早洋襄襄進犯 並非企圖佔領我襄陽早洋 而是要在湘河以東 早洋一帶 尋求我第五戰區的主力 予以殲滅 隨即 撤回原地 恢復戰前狀態 據此判斷 統帥不決定 第五戰區 不得消極等待 應以一步積極行動 急扰日軍後方 牽制日軍 破壞日軍西進企圖 並指主力 於湘河以東 大紅山一帶 四季殲滅 西進東退 指日軍主力 同時我們希望 第九戰區薛岳長官 積極採取行動 立即向北發動進攻 迫使日軍 放棄早疑的進攻 此休 立即給薛波嶺發電報 是 韋總 軍報說 早鄉失陷以後 日軍正在向移昌方向運動 剛遵寧寺 發動早疑會戰 就是為了打通左翼 準備第二次進攻長殺 那薛長官 準備怎麼部署 好 好好站崗 是 報告 偉坐電力 偉坐也這麼認為 在敵背後展開運動戰 以解遺昌之危 能否解的遺昌之危 我不敢說 但是 從背後踢崗尊凝刺的屁股 這倒是個好時機 壓縮敵戰區 把新疆河的前沿陣地 向北推幾十公里 擴大柏林防線的縱深 爭取和大雲山連成一線 如果能跟大雲山連成一線 那麼咱們的柏林防線 就有了有力的支撐 嗯 嗯 薛長官準備派哪個軍去啊 嗯 這一仗要打得快 打得很 把第十軍 五十二軍 還有七十四軍 全都拉上去打 諸位 自抗戰以來 我們郭軍 從來都是防禦挨打 可這回 戰區司令部 卻讓我們主動出擊 奶奶的 咱們得好好出出這口惡氣 參謀長 把具體做點方案 跟大家說一說 好 剛存凝刺 把他三個師團的主力 調往了早香夷地區 使其後防空虛 據鎮長 新強和北岸 只留下一個連隊 約四千兵力 以新強鎮為中心 周圍呈扇形 分布了十多個鬼子據點 每個據點 配備了輕重擊槍 其火力不可小觸 根據敵人的火力分布情況 如果採用大部隊正面強攻 勢必會造成重大傷亡 所以軍部決定 這次戰役 主要採用游擊戰術 以營 甚至以聯武 為作戰單位 深入敵戰區 各個擊破敵局點 最終 圍堅新強鎮首帝 如果這次戰役取得成功 我們就能把整個柏林防線 向北推近四十公里 等戰我來腳跟 我們就像打入敵人腹地的 一個蝎子 讓鋼村寧次這個老傢伙 有一種吃不進 拉不出的 拿手 君總 既然這麼讓鋼村寧次享受的事情 那我來打頭一陣 我還是去年高安那個打法 一個尖刀營 直撞敵人的心窩 你想用哪個營作為劍刀啊 當然是李本忠那個營了 為什麼只能是獸猴李本忠啊 就因為他敗了一個共黨的師父 俊作呀 薛長官都不提這事了 你也別說了 李本忠啊 剛剛參加完戰區游擊訓練班 現在打游擊戰啊 那可是把好手 我同意 我看行 諸位 敵人在新強河北岸 布置了十七八個據點 這就好比十七八個毒牙 等你們拔掉了這十幾顆毒牙 讓敵人的大嘴豁了口 我軍的大部隊 就立即突破新強河 一舉拿下新強陣 看 我給這次戰役 取了個名字 取了個名字 叫 虎口拔牙 虎口拔牙 這名字取得好啊 你們覺得這幾顆牙 先拔哪個 先拔這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據點 位置 離新強陣小鬼子最遠 我們速戰速決 叫小鬼子來不及增援 可是小鬼子在碉堡裡邊 咱們的武器打不著人家 你想速戰速決 小鬼子願意嗎 我 營長 那你說怎麼打 我說怎麼打 市長說了 要咱們打游擊戰 不能按常理出牌 先打中箭 先打中箭 對 先打中箭 兩邊小鬼子很快就來增援了 這仗的關鍵就是應該先打中箭 並且 距離不能離得太近 林長 不能太遠 以我們的武器裝備射程 根本打不到鬼子 這就等於是在放空槍 我覺得這仗不能這麼打 你看啊 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 我們一打中箭 兩邊的小鬼子一定出來支援 這時候我們的主力在開火 這不就生動機器了嗎 林長的意思是 讓我們把小鬼子引出公司 然後再狠狠地打他 你啊 還是有進步空間的嘛 小姐 來 裏邊請 謝謝 霍天君 為什麼緊急約我 啊 這是上海梅機關 轉來的 你要的那個人的背景資料 科富广东人 在护金商 生财有道 棋子在法国商行 做买办 波田军 把他烧了 好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在留意这个人 好的 并转告梅机关 让他立刻采取措施 控制这个家庭的 所有成员 并让老先生 以赞同汪主席 和平主义为口吻 给他女儿来信 如果能够策犯成功 那陈小姐 可是大功一见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 我只是想帮我姑父 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 快 快 后面都跟上 快点跟上快 快点 快点 上这个 上这个 都别说话 快 快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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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了吗 好了 出发 军作 请拿下 是我 好 军作 方先局报告 尖刀营已出发 命令格式 立即进入仙强河阵地 准备跨河作战 立即进入仙弹 立即进入仙弹 寡云 上 醒了 上 一连城二连城 来预定计划分头行动 记住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任务 是 出发 清eti 他 的 吴 王 封 辽 空 空 营长 爱不动手 现在在八点半 要为一两二人留出时间 再等会儿 开始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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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我が大日本の伝統が 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とは まさに夢見心地でした もしは孔明な門下の手はありませんか 戦争のためでなかったら 一生涯 部隊は離れなかった 戦争が終わりましたら 中佐殿も部隊に戻りますよ 生きて日本に帰りたいものだ 走 誰 走 敵は見えんぞ 撃撃隊の仕事だろ 警備をかたびろ 相手ですな どういうことだ おかしい 人数も多いぞ 遊撃隊か 何をしている 撃て 撃て もしもし 宇田中佐だ 銃声が聞こえるか 敵分の大部隊に包囲されている 命令を下す 速やけに援護せよ 我が隊を援護せよ 全隊集合 全隊集合 急げ 全隊集合 とりあえず 啊 好 警长 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进攻了 别啊 咱得放弹线钓大鱼啊 你是说等新墙镇的鬼子出来 新墙镇里边是什么情况 小鬼子布局 咱们一无所知 咱们盲目冲进去是不行的 咱们得把它调出来打 行 这新墙镇里边有几千号人哪 咱们只有一个营 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镇里边的鬼子到了 大部队早就过河了 你 银长 你真是把小战役变成大战役了 认识吧 什么事 无论是谁 练队长 练队长 我队长的大部队被包围 他在哪个拠点都没有联络 无论是不可 非常不可 皇军的勇士 何准备 何准备 慌てるな 戦士党 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 捧げる 宇宙 大部队 十分留下 追射 是 敌本场 到 我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难道了为什么还没有够拿下 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 再这样耗下去 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 现在就炸着他 不 天长 他是我去的吧 执行命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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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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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告诉银长 南调宝已炸毁 是 护掉游牧 护掉游牧 迅速向银长扣拢 南调宝已炸毁 南调宝已炸毁 报告银长 第一连长已经攻下南调宝 发信号带给事故 是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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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营得手了 速去报告军作 是 刚刚接到电报 我军在新疆河以北 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把柏林防线 向新疆河以北 推进了整整三十公里 好啊 这样一来 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 就连成一片了 对 那大云山 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 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 命令部队 停止推进 就地驻防 为什么要停止推进 刚才宁次 把主要兵力 都集中在了林乡 岳阳 咸宁 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 我们再往前推进 就得不偿失了 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击能力 再说 还得防着 刚次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 命令部队 停止前进 占领敌人去点之后 原地构筑防御阵地 好 命令を下す 第三支団は 義将を起こしせよ 第13支団 33支団 39支団は 第20両团に入り 小北の一戦で終結 三日のうちに 新垣川北川を脱海せよ はい 報告 大本営からです 分かりました 外務省は先ほど 今井武雄大佐用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 その内容は 我が航空はこの1ヶ月間 圧倒的な戦力を展開 そして 王朝名とは上海で平和宣言を発表し 政治構成も強めたため ついに 小海石は態度を変え 既に香港密の代表を通じ 我々との協力を行っていく方針を表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 香港で秘密会談を開いた時は 小の態度はすこぶる良かった だが結果はどうだ ん? 我々を持て遊んでいるだけじゃないのか そんな人間に期待をせるとは何事だ 今は当初とは異なります 初め彼らは調査での戦いの勝利を考えていましたが それは間違いであり 今は我々と交渉するのが妥当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今現在 我が航空の圧倒的な軍事構成の下で 彼には交渉に立ち戻らせ 妥協が必要だと感じさせること さもなくば 彼の政府と彼本人は 中国政治の舞台から降り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 この現実に基づき 我々の武力を 不拡大戦力の支配下に置き 武力行使の一旦停止 そして 紹介席に反省を促し 天皇陛下の言葉に応える機会を与える 武力行使の一旦停止 諸君 先ほどの命令を取り消す なぜ取り消す 正北へ戻り 調査の接続だといいのに 作成を取り消す これは内閣の決定だ 我々は 命令に従うまで 内閣の決定に 内閣の決定に 私は 行かんよ 非常に行かんよ この間の討議では 省委員長から 引き続き討議を進めたいとの胸を受けた 陛下も賛同をした 軍事行動を停止していれば 穏やかな協議は進めるはず 有効かつ率直な態度で協議を進めたい 好啊 很好 据我所知 貴国也非常看重我中華文化 那么 在我中華文化中 有许多 关于 盒子的理念 比如说 盒系生财啊 盒州共济啊 盒威貴啊 等等等等 正是基于 中華文化中这些 关于盒子的哲学 而是 我们 双方在停止了 一个多月後 又重新回到 这张桌子前 当然了 和谈嘛 从里開战要好 不过 这可是 事关一个国家 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达成共识 也绝不能作为 开战的理由 比如说 就在我们双方 离开这张桌子的 一个月当中 你们就发动了 早香移植战 据不完全统计 我方伤亡 八万六千多人 而贵方 也伤亡 四万五千九百一十四人 两败俱伤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那是对的 您说对 正确 要是贵方有足够的谈判 成了 这种事 没有遇到 但 贵国 是 正确 没有 这种事 禁止 这种事 是 禁止 我方才不得已 残念 是 赵阁下这么一说 挑起这场 华日战争的 不是贵方 而是我们了 但据在下所知 早在嘉靖年间 却现说 十一五六一年 贵方大比武士 大举进犯 我浙江台州 我民族英雄七级光 率领弃家军 奋勇还击 久战久结 宋三 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 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 今は競技を進める時だ 分かっているかね 好 不谈过去 只谈当下 可是当下 却是贵方的飞机 三番五次 向我首府重庆 乱扔炸弹 这能表明 是贵方的诚意吗 実際のところ 重慶の攻撃を 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 誠意をもって 競技を進めれば 気候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 这点 我非常清楚 非常地清楚 では本題のボドロ 那我们就言歸正传吧 好 那我们就言歸正传 言歸正传 来 喝茶 好茶呀 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 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 茶道 却盛行于你们日本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 我真是开了眼了 天生的中国的茶叶 我们继续谈下去 当然 当然 当然继续谈 请吧 刚才战役总结会上 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 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还是对的 这次新强镇大节 游击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别太沾沾自喜了 要对付像日寇十一军 这样的机械化强敌 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 要打大胜仗 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 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 报告 说到曹操 曹操就到 进来吧 薛长官 参部长 薛长官 参坐 请坐 来 请坐 来 李玉堂 坐这 不不不 长官 我还是坐这吧 坐 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 知道 我们打了声场 长官 刚才奖励我们五万块大洋 您觉得少 想偷摸 再给我们补发点 你看我们俩 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 怎么 这五万块大洋 你都觉得后悔 要是后悔啊 李玉堂 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个扣扣缩缩的人 对吧 哪能呢 你看 你们一个是泰山 一个是虎奔 是我们第九战区的王牌 可是 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 我的意思是 要把第十军 第七十四军 打造成 能恩日寇 一对一的强军 薛长官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之下 一定不如使命 坐下说 坐下说 那么高的个子 说吧 说完了 背纸也是 可是 薛长官 光说没用啊 得有实际行动啊 可以提条件 我真的提要求了 想换装 对吧 你看 到底是战场上 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 一猜一个准 你少跟我来这套 薛长官 我们就是想让你 给我们换换装备 对 武器装备跟不上 想跟鬼子 一对一的作战 那是空想 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 重要性 但是 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 也是打造一支 强军的关键 对 薛长官说得对 薛长官经常说 战事决于平时 加强练兵 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 重要措施嘛 我给 二位长官报个实情 这次打新强坠了 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是 我们的伤亡 远远超过了日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战事手里的 海洋造 中正事 他打不了多远啊 还有的时候 往往后城 城弧线 没有准头 可是小鬼子呢 他那三八大盖 歪八的 打得比我们远的多得多 我们往往打不到他 他就能打到我们 还有 我们机枪的数量 实在是有限 在火力配置上 的确比不过小鬼子 所以啊 这武器装备 差得这么明显 我们伤亡能不大吗 薛长官 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 得不到更换 那要达到和小鬼子 一比一的战斗力 那神仙也做不到啊 我们的名为 我们的质人 紫尔波 在窗户里面 我们的质人 不贏了 我 不贏了 就不贏了 我们的质人 我们的质人 在窗户里面